現在我們在韶慶端州喀吉敏哲城廣場 這邊有一間特殊美食城 比如在韶慶新區 在韶慶新區就可以坐巴士 韶慶新區盆委會或者鼎湖廣場 坑後可以到時延村 我估計是三十多元 二十多分鐘左右 這邊是一個很有特色的美食廣場和宵夜 各位觀眾到時候買了兆慶的 甚至想過來兆慶旅行玩的朋友 都可以試一下這間店 很多人都不知道 真是非常有特色和一個比較隱蔽的地方 但是進去之後 是成行成史 有很多不同的特色美食 今晚我們是專門吃生蠔的 這裡進來有一間很大間的酒家 酒家到處都有 它裡面很難得有這些特色的美食 羊肉火鍋、烤羊肉、汕頭的美食 還有海鮮 專門吃海鮮的 專門吃生蠔的 砂鍋粥的 它的停車場就很大 現在就是一個九點鐘的時間 但是還未叫宵夜時間 可能宵夜的人會更加多 一進來 進來這裡是成行成市的全部都是特色美食 停車場很大 這裏非常好保留這些 保留這些我們所說的宵夜檔 因為現在很多城市 就搞這些文明城市 不可以擺放出去 在這裏就非常好 有成應該這樣目測 起碼有二十多三十間特色美食 進來這裡 我們都去試試不同的 有這些豬雜粥 看車 豬雜粥 有這些羊肉串 西北的 粵菜的 辣的 不辣也有 新疆正宗羊肉串 五啤酒很適合 還有這些一號海鮮城 對面有間是專門吃海鮮的 那間有很多人 有羊肉火鍋 這次我們吃了 去試試這間叫肥仔美食城 是專門吃超級大隻的生蠔 事不宜遲帶大家去看看 這邊的一個人流量是相當之大 這邊的一個叫東湖的街市是買菜的 你看看多少人 爆了 如果是夜少更加多人 這間店主要是吃蠔的 有這個 138 這個是188的是不是 老闆娘 試試看 188 大 很新鮮 全部積湯積淨 那我們拿 拿188的 拿一瓣 浸還是燒 浸 即是你特色那個 檸香浸蠔 檸檬草浸生蠔 檸檬草浸生蠔 浸一瓣 一瓣 然後 這些呢 這些呢 這些138的 就是 越大就越貴了 你看看這個 這個是比較小的 是不是 我們叫的那些是大隻的 全部都時候 大家都可以過來試試 超級 超級大的生蠔 整半隻手這麼大隻的 這些全部是豪牌專攻的 我們再叫其他東西 這個時候呢 各位觀眾 這個時候 都可以過來 朝慶道 吃點美食 很多人 這裏爆棚 我們就叫了一個 鐵板粥腸 一個醬魚粥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特色 炒過河粉 炒過河粉 牛河 三絲河 蛋河 瘦液河 我們剛才叫了 188的超級大生蠔 那個是檸檬草 泡三蠔 但是那個還沒有上的 它是上了這個 小份的 78元 很划算 62隻 這個是青椒 這個是蒜蓉燒 這個是小隻的生蠔 我們拿來燒的 78元 但是很新鮮 挺划算 我們先嘗嘗 原汁原味 很棒 嘩 很棒 嘗嘗 真的有海水味 真是新鮮 還有炒過河粉 這個是什麼 竹腸 竹腸 魚泡 已經很餓了 我再嘗嘗這個 蒜蓉燒 蒜蓉燒 很划算 你78元 在大灣區 應該都 比 這些特色的 真的會比較少 很棒 很珍珠 雖然很熱 吃生蠔 一般很多人都會吃這個 叫蒜蓉 魚辣辣 真是棒 剛才我們選生蠔的時候 跟老闆來和聊天 這邊也不用做廣告 他說生意做不切 已經很多人 爆製棒了 這個是秋葵來的 這個是 馬拉斬還是什麼 我喜歡馬拉斬 紫蘇 紫蘇炒秋葵 健康 這是什麼竹 腰柱 腰柱 瘦肉粥 大家有口福 可以過來嘗嘗這些 地道小吃 這邊真的可以說到 做到便宜 我們先嘗嘗腰柱 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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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整碗都是 腰柱 看到嗎 好大隻 好餓 嘩 好棒 太餓了 實在太餓了 剛剛看完 再試一下這個魚泡 先 上菜很快 我們走出去 一陣 就基本上 剛剛好 即時上 這個魚泡也很棒 再試一下這個豬 豬 豬腸 粉腸 三腸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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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正在等主角 檸檬草泡生蠔 超級大隻 再跟大家嘗嘗 我們剛剛吃完飯 因為這次出差同時比較多 有十幾個人 甚至都住不滿 還有兩個出了去酒店 住酒店 為甚麼 我們租了一個複式 不是別墅 類似碟墅 等於上碟下碟 一二層 就有一間 中間一間 像那些 平時那些叫碟墅 它一個花園 就有這些休閒的椅椅 雖然已經滿黑 我跟大家說一說 今晚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間店 賺幾錢 再分享一下 韶慶的租席和樓價 韶慶其實我都不了解 這邊的房租和酒店民宿 是相當之高 因為我們平時都住在 是吧 大家晚上好 Hello Hello 同事 是吧 現在我們深夜 十二點鐘 我們去看一下 是吧 我們在美團 美團F市 是吧 我平時住是敏之城 那這些 這個就是夢幻 這些公寓就是其他的 如果好一點 敏之城 去到 七八九十幾 我平時兩百多元 現在升到七八九十幾 還是沒有房那種 如果太空倉這些 真的不會住 普通的商 普通的商務酒店 都是六百多元 好一點的 是吧 好差的 那些賓就二百元 這個就是一個 敏之城的複式 五百多元 甚至都沒有房 我們這麼多人 跟大家說一說 其實韶慶 人流量很大 因為它是一個旅遊城市 雖然不是說有什麼很高的科技 產業 但是它有一個非常之多的人流量 因為高鐵站又有旅行 我們比如買了這邊 你的樓價 它的樓價 少爺樓價不算很貴 但是它租金卻是很高 因為我們平時都有一些同事住宿舍 租那些住宿舍 租那些住宿舍 一個月去到恆大或者附近的公寓 頂湖的便宜公園 都去到一個月差不多兩房 到二千多元 這個就有一、二、三、四、五 五間房 可以住十多個人 這些複式就一般 但大家猜一下可以租多少錢 我們是網上訂的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入住的 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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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今天就是2021年4月23日 一千五百九、一千四百九 剛才我們和業主都談了 一個月的租可以租成十萬 十萬以上或者十多萬 平均每個月都有 屋主過來開門給我們 為什麼這樣租呢? 好像我們這樣出差的 有些呢 很多廣東省裏面的考試 公務員 舉行那些會議都會在韶慶 所以這邊的酒店和民宿 是相當之好中 很多城市它是沒有這些 比韶市的民宿 反而這些城市是特別多這個民宿 現在都很晚了 我們都 有些同事在這裡 看電視 都差不多要休息了 到時 肖慶房價 和租金的比例 是一個投資回報率比較高 是一個比較好租的 一號發言 你們在玩什麼 誰是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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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是臥底 你看一下 那些同事 就爭取一人 在肖慶買一間樓 好嗎 真的 我有很多同事 換了一些靚車 有幾個同事 都買了樓 就肖慶最低 是不是 爭取我們就不租了 每個同事買 無論是買新區 買鼎湖都可以 現在的樓盤算益很多 有與分歧 可以按揭 在國內這邊 爭取很多同事 因為我們經常出差 我們每個月的報銷租民宿 酒店的成本都很金 一間你計算兩三百元 基本上同事時分看樓 有時過來這邊拍片 甚至未來我們在這邊開店 所以買回一間會比較適 長期可以當投資 今晚應該差不多要休息 各位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